字幕提供 更變裝備 嘿 請說 那妳等一下就是要去鋸魔之地 我等一下就進去陪妳打 那等一下就是妳要先把森林升到兩等 然後看到雷...雷狼龍 我剛剛看到了 所以雷他現在任務教妳做什麼 呃...等一下喔 還沒接完 還在講話 他看到那個雷狼龍是我打風飄 鋸魔風飄 那個... 異戰風飄的就出現了 紫色金牌號什麼 什麼紫色金牌號什麼 叫妳去鋸魔之地啊 啊... 這就是麒麟任務 那個...金獅子的任務 我不要打他 掰掰 妳早晚要打喔 妳不打的話也不能跟我們玩 那...也不會是現在 這個畫座可以先不要再解吧 可以啊... 不自小無用的啊 這個還好 妳先看妳的任務是什麼啊 對啊...巨魔之地啊 所以我沒有任務了 啊...妳要去巨魔之地啊 對...選這個 出發 有沒有...出來了 喔... 喔... 我要選啥勒 GO 這樣子幾天啊 怎麼這樣子幾天 豬豬華爾快一個禮拜才打到主 誰 我 你花一個禮拜嗎 是嗎 差不多吧 好久啊 我要吃飯吧 應該不用 這邊可以隨你貓隨你吃 這邊算是野外地圖 只是你在狩獵魔物的過程中死掉 最後獲得的獎勵會減少 所以我們才會一開始把這邊死一大片 這裡會死喔 會呀 我們會在這邊死 我們剛剛有說布區嘛 你死三隻之後你的攻擊防禦會變很高 所以我們開場都在這邊死一片 哇 好白喔 你的古種 你的礦 你的 請按F 你是在畫 那我現在來教你一個東西 對 就是 你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的牙龍種 嗯 嘿 你只要有破壞魔物 的部位 那個就會增加1 啊可能你會有飛龍種啊 鳥龍種那些都會有機會增加1 那當他達到那個最後一個3的那個圖案有一個爪子 你就可以 你會得到那個牙龍種的圖鑑了 他就會存在你的箱子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回去找艾伯那 把那個 他叫出來打 呃 現在講好了 你今天這調查完之後得到小火龍 你就回去把小火龍叫出來打 這樣子 當他累積到滿 你可以 你就可以叫那個 你圖鑑裡面的魔物出來打 只是打掉就沒有了 他不能用抓的 他不能用抓的 呃 他抓了 他可以用抓的 可是他 他不會回到你的倉庫裡面去 你只能靠 對 你可以跟隊友一起玩 啊隊友得到的你也會算在內 欸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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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首先要 啊然後你打開M 你有看到有炫鳥骨槌大雄彩龍對不對 嘿 然後他們最後面那個圖案是 那個雲的圖案是那個 露珊瑚 那這個直直的就是脹氣 嗯 然後這個綠色就是 森林 嘿 所以你要你現在 又先把森林練高 森林練高 所以 對所以我們要去打大雄彩龍 嘿 去哪裡打 找他 去森林啊 來我為你介紹 這邊直走 然後轉進來 就是森林了 欸我要撿他的痕跡對不對 不一定啊 就在這邊啊 有沒有看到他 蓄力 蓄力上 欸北七喔等一下 欸不夠 沒對沒吃飯 沒對沒吃飯 喔不 啊 欸 不對我剛剛應該去吃飯 等一下吃個飯好了 忘得去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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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回去了喔 喔對阿 喔然後我們會來這邊就是 身上珠子會裝一顆地質學 蛤 沒關係 等一下等一下出去再教你用 喔 通常我們會有兩套裝備 一套就是巨模 巨模之地用的 我們會裝布區跟地質學 另外一套就是野外 可能就是把地質學拔掉 阿布區就看你要不要用了 喔 妳現在不能 妳要講幾次裡面不能用珠子啦 蛤我沒有要用珠子啊 我以為妳要用嗎 沒有沒有 我是要 換個到底 包包買 然後帶個回家球 回家球妳要存喔 開始存進 進那個道具箱裡面 要存喔 不然妳被 妳在野外 妳在這邊很容易被那個 啟滅族阿 還是小魔物 頭 然後妳就會回不了家 好了嗎 妳看喔 先不要打 先撿東西 撿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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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開 像我大兄的彩龍的東西 阿 沒有不一定 有些 有些魔物我可以撿兩 東西可以撿兩次 撿兩次 對 那就是因為地質學的關係 妳看喔 這邊不是一樣東西嗎 妳看我可以撿兩次 妳看喔這邊 一次 兩次 這個地質學的東西 一定要查 幹嘛妳想想也在戳喔 嗯 我再試著讓他抓抓開 因為其實 我都還沒有抓過這個的 沒有他有時候自己會幫忙戳阿 你不叫他他也會用阿 因為他會的 只是妳那個可以主動叫他用而已 只是妳那個可以主動叫他用而已 欸 怎麼了 沒抓到 欸為什麼我會被壓 沒有他倒下來了阿 你看他很可憐 只要有兩個錘子的話 他其實很可憐 然後巨魔之地的血量阿都會稍微多一點 又睡著了 又睡著了 撿東西 他醒了 他醒了 自然醒的阿 喔他會醒喔 我以為他 然後 我們都會 撞牆 盡量撞牆 撞牆魔物就會掉掉落物 對 能撞就盡量撞 沒有 有 他會 很難 他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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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在 他在吐東西啊 沒有 我想說這是什麼綠綠的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勾爪 那個 不能同時上去 要嘛就是左右 一人一邊 如果在同一邊的話就會 有人把他擠一下 對 難怪 所以有時候 可能人家在上面的時候 你就自己看 懂嗎 像我在上面的 你要準備的話 你就可能勾別的地方 或者是 等他好 你再勾上去 可以勾不同地方 但是 就是 左臉只能一個人 你可以勾右臉 或右手右腳這樣子 一個部位只能勾一個人 你又先撿東西吧 你先撿吧 你先撿吧 你材料比我少 你先撿吧 然後可以的話 這邊的魔物都是用抓的 原因是因為 這邊的魔物血量偏多 不好打 那再來就是 你抓魔物的話 會有個那個調查 你看喔 我真的 你看看你看我 我真的都習慣先用丟的 丟丟球 再用抓的 你有沒有看到右邊 加100跟加25 這個 會增加你那個 這邊的環境的等級 增加 你現在就這邊 森林是1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的話 你那個 右邊的那個 補貨阿 破壞那些都會加點數 就等於是這個 環境的經驗值阿 你用抓的話 剛剛是加25嗎 你擊 對啊 我忘了擊敗多少 因為我們就是 都是用抓的 好啦 這時候就可以回去了 你看你這時候是紅色的 回不了對不對 嗯 所以就只能丟回家球 就這樣這樣 我不是紅色的阿 呃 剛剛是紅的 好 沒關係 我回家球的材料很少 好 所以我才說你現在有空就是 無聊就是收集材料 晚點我幫你配一個 採集裝備 然後你 你問他 你問你那個 位子不一定 問他然後選調查報告 好 那就會把剛剛的獎勵都還給你 調查報告 對 好 這是你剛剛的獎勵 哦 那其實你也可以都來這邊採物質 因為這邊的物質真的很多 這邊有香菇阿 有草阿 有礦阿 有骨頭阿 而且你要來這邊多挖這邊的礦跟骨頭 因為很多素材都是需要這邊的礦跟骨頭 是這裡的喔 對啊 巨魔之地特有的 對阿 巨魔之地特有的 特產 更便裝備 所以其實可以在這邊農很久 難怪你們那時候在講什麼你要回家嗎 不回家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我們的步驅結束了 才會說欸 要回營地了嗎 因為等於就比如說你已經有步驅之後 我們的攻擊防禦就多加300這樣子 所以真的差很多 有差到這嗎 我說比如啦 好啦 然後 場上通常都會有一兩隻這樣 然後來我教你去挖礦 因為這邊的礦點是固定的 只是會不會出是隨機的 我教你喔 首先先教你森林啦 其他就是你私下自己繞一繞 因為 因為他通常都是只有兩個區域而已 很簡單 像這個區域 你就看嘛 這個區域感覺不像森林 感覺也不像 那個嘛 感覺這邊就不像森林對不對 進去才像 對然後這邊就是森林了 然後你 你來挖礦挖骨頭的 那個要點就是 貼著牆壁走 你就貼著走 因為每個人看到不一樣 最麻煩的是骨頭啦 骨頭一開始 是這個嗎 對對對那是礦 那骨頭的話一開始真的是看不出來 根本不知道那是骨頭 所以你就是繞著走 然後點右鍵點右鍵點右鍵 好我等你繞完 就 你 你繞到這邊之後 繼續繞 這樣就是一圈了 欸去哪裡 走錯路了 沒關係 因為上面是第二圈 上面是 上面也有 好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層 那第二層你可以走這個斜坡上去 也可以 或是要爬藤蔓上去也可以 這邊有藤蔓 這邊 ok 好 然後一樣 爬上來之後 就這樣到處走到處見 那這個是 你看喔 這個是做那個阿 地洞陷阱用的 那個 那個藤蔓阿 長春藤蔓阿 我一直以為他是藥 然後這個 滑下去就是剛剛的一樓 這邊滑下去就是一樓 那個是骨頭 那是骨頭 對那是骨頭 真的不明顯對不對 他長得超像樹幹的啦 所以才會叫你貼著右鍵一直按 然後你來撿東西 你就是身上盡量是空的 因為你看 你這個 這個是做那個子彈用的槽 好 嘿 好阿 抓 這個的塊好漂亮 然後再來阿 再來這邊 有個隱藏的門 要爬進去 然後 毛疾 會在這裡 毛疾 對 所以有時候你進來 你不要太早進來 我們不是有裝那個嗎 你看到有 這個這裡沒有ID 就趕快先 穿贏生衣 然後走進來抓他 然後就這邊 稀有環境生物 喔 嘿 那這邊有苦蟲阿 有蜂茄 就是做那個 秘藥的 材料都在這邊 還是不死床 忘記了 然後蜘蛛王也是做那個 做陷阱的 所以其實可以在這邊農很久 恩 沒關係 按右鍵 地動陷阱我相信你不常用 先按右鍵 是 是 是 然後裡面這邊會有巨大骨董 跟骨頭 剛剛不是有說那個嗎 有礦點是固定的 那巨大的礦也是固定的 那這邊會有 巨大的礦有可能出在這邊 然後這邊會有小小的礦 然後這邊可以釣魚 就這樣 好 出去 反正靠河邊是那個礦 然後這個進去是骨頭 OK 然後我剛剛不是說那個毛疾嗎 嘿 然後你 當你的那個 這個區域達到四等 五等五等 這個剪 這個剪 你骨頭剛好經過了 對對對對對 當你骨 欸對 你要小心這個喔 你來打之前 你要先把這些處理掉 不然他會麻你 喔跟那個一樣的那個 對 這用勾爪就解決掉啦 很輕鬆 阿不然小心 不然每次我們來撿這個 都被 搞 搞到很不爽 然後這邊也會出一個骨頭 爬上來 骨頭會在這裡 那你蜂蜜也可以撿 所以我現在 先 欸 你就是 要撿的時候再來撿這些 不用撿的話你就先放著不用撿 懂嗎 喔喔 懂齁 為什麼不用撿 因為你身上會爆阿 喔喔 對阿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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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做子彈的阿 如果你後面要玩那個 遠程武器的話 這個也要撿 OK齁 好先回去 整理一下包包 我們去打下一隻 有毒妖鳥我們先回去整理 你先把包包整理整理 所以 因為到後面我的身上的格子真的只剩一兩個而已 所以我真的就是沒辦法撿 要撿的話就是開我的採集裝 再進來這樣 懂嗎 懂 但是 怎樣 採集裝 打到會很痛 對啊 對 所以你就是不要去惹人家 我 好 沒差阿 反正你死掉 死掉也不會怎樣阿 你又沒有打魔物 死掉點之後再趴下去跟他打這樣子阿 懂嗎 好吧 對啊 他不會跨區嗎 跨什麼跨區 就是可能毒鴨鳥會跑到什麼 沒有阿 所以才跟你講說按M阿 你先確認他 你按M 然後確認這隻毒鴨鳥是在森林 就打森林的 然後如果你 你想要一個等級很高 其他等級很高 有可能會把他等級拉下來 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今天這個天賦點數 只能點到20 點到15好了 你一個點到了7等 那你是不是剩下 8點可以點 對啊 可是你8點裡面有3點已經扣掉了 都是各1等阿 所以你還剩5點 喔喔喔喔喔 對阿你只能這樣拿捏 如果你 某一個點超過的話 他就會從你那個7等的往下扣 好痛喔 所以我們那天就是在 算是小吵架吧 說有人看到什麼全7等什麼的阿 我說那不可能 一定是裝MOD 還是開外掛怎樣才有辦法 因為現階段的PC 沒有的幹是那麼硬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有人做影片阿 他說你要 幹到全7等的話 你要狩獵6000多隻魔物 而且是難度等級3的魔物 6000多隻 怎麼可能 所以阿 那個 有人真的是做到了阿 PS4一定有辦法阿 因為PS4沒有MOD 所以有人做到了 但是PC做到的那些真的是 有問題 太誇張了吧 然後我還真的 在那個 那個twitch上面看到 看到有全7等的 真的假的 好扯喔 他有多乾阿 他開外掛啦 我以為 真的那麼厲害 也不是外掛啦 他就是開MOD 他是裝MOD阿 睡著了 喔 我會聽了 就是沒有音樂啦 對 你可以裝裝看阿 我先撿你撞 喔你在撿你先撿 沒有 不要撿 推偷 欸 沒有 紅了紅了紅了 欸為什麼你撞就有用 他沒吼欸 他沒吼欸 什麼意思 可是他剛想要吼 可是你剛射出去的時候 他就停止吼了 欸 我不是魂掉了 唉唷 唉唷 那時候也不想跟那個觀眾吵啦 因為 他一直在堅持他看到什麼東西 他想說 他看到就看到 對啊 就不用講出來阿 因為這樣跟我們變也沒辦法阿 阿 阿我就是沒有裝那個MOD 那時候有聽到人家說 是你的玩家等級 你看 吵架了吧 我又被一擊下來了 欸 我沒有尾巴耶 沒有他就是很難勾阿 所以你要勾的話 就勾另外一面阿 喔好 或是你就是乖乖等我下 撞完再換你下來阿 好 沒事阿 沒事阿 阿阿阿阿阿阿 你先撿阿 你先撿你先撿 你撿你撿 你撿不撿 我撞不撿 北器阿 颶風 為什麼他 我還是看不懂這個 我還是看不懂這個 這個MOD 什麼東西 這個龍怎樣 就是這個MOD啊 就是欸等一下 都見完了 那個地板的那個 顏色到底有什麼差 因為他綠色跟黃色 黃色是貓咪踩下來的幻金道具 那個可以換錢 綠色是魔物的掉落物 紅色是石頭 好下去 下去 有石 真的辛苦了 辛苦什麼 你說帶他嗎 你是指帶他的部分 為什麼 帶你很辛苦啊 不會啊 會啊 欸在這我可以叫我的座棋 欸可以耶 這邊可以啊 我以為這就等於換了一個地方 不行 那這邊 我們那時候就是有高機率可以叫出 這邊還沒出現的那個座棋 比如 我看看我叫不叫一下 欸你看你看看 學緣的 學弟的 欸為什麼他 對啊所以這邊有個 也有機率叫出這個 是機率他不是一定會出哪些喔 嗯 像這個是我學弟已經解鎖了 所以我叫得出來 我學弟的還沒解我解不開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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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 鴨修 啊 沒事 他為什麼 什麼牛龍啊 什麼為什麼 喔我想說他什麼時候會推土了 你竟然給我穿 隱身衣裝 他是不是丟大便喔 喔 隱身起來是差小 怎麼回事 我是這樣教你的嗎 這樣很安全 我跟你講他如果車過去他不管你有沒有穿隱身衣裝喔 可是只是的欸 我又沒有穿隱身衣裝 我故意走到你旁邊他還照撞你喔 喔對耶 我沒有看到 MARX 欸他癡呆了耶 欸對耶 癡呆就抓他 抓他一下重置啊 然後我們在這巨魔之地最常就是用魔物撞魔物啊 魔物趕過來就用他去撞另外一個魔物 這樣子 有聽懂嗎 有 因為這魔物不是一次只能撞兩次 短時間只能撞兩次 然後都會想說這隻魔物現在紅眼不能撞了 另外一隻魔物來了 黃眼 用那個黃眼睛撞紅眼睛的 那這個小隻的也可以撞嗎 不行啊 叫 你敲飛我 你不是不會被撞走嗎 那個 擊飛一定會啊 喔好 這樣子啊 唉唷 像這樣子有沒有 欸怎麼沒有被擊飛 唉唷 有沒有這樣子 唉唷 唉唷 你剛剛就是這樣把我用飛的啊 唉唷 他也 就可以打他了 我管你喔 你剛剛這樣敲我 好啦他可以抓的啦 阿 可以嗎 可以了 我的補師裝沒陷阱喔 我先講喔 好了就這樣子 就可以回去了 這就是巨魔之地 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但是有些你要的材料是需要 比如說你森林要到三等才能 就是你巨魔之地一個等級到 才能把那個魔物變強 比如說你要栗戰的雷狼龍 就是巨魔等級要五等才能有 對不對你的森林五等才能有 所以我們才會說 就是人越多越好 每個人的巨魔之地等級不一樣啊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那個 鹿山湖的 因為我那邊七等 所以你可以去我那邊刷等級高的 那個鹿山湖的魔物 啊比如說我今天要等級低的鹿山湖 就去你那邊刷 這樣子 喔喔你們說的刷是這樣的刷 對啊 那個黃黃的是誰啊 這樣我是不是 包包包好容易滿 所以叫你不要先亂撿啊 打怪的時候就盡量不要撿 沒有打怪再撿就好 頭髮爆頭 頭髮爆頭 我的打笑要美了 你可以去那個啊 不然就你有空就去那個哪裡 呃 脹氣之谷的十一號雲地那個啊 往那個 斯套龍的家那邊 呃你說那個有個很像懸崖 但不是跳不下去的 什麼有像懸崖 跳不下去的 沒有啊 就一個坑的 他那邊有個酸池 酸池附近一堆打消果石 你可以去那邊撿 有 你有聽懂 有 就是那個嘛 一個 中間有骨頭的那個 沒有 我是說往他家走 不用進他家 路上的酸池附近都會有 好 那我現在應該要幹嘛 繼續打 盡量打森林的啊 有森林就打森林啊 你看又有出了啊 就出來了啊 看你要打凶彩龍還是蠻鵝龍啊 建議是打大凶彩龍啊 因為蠻鵝龍每個地方都有 當然 沒有 蠻鵝龍每個地方都有 所以你那個等級加的會非常不明顯 真的假的 嗯 那就他了 可是為什麼他是問號 誰是問號 大凶彩龍 你又 你就對他不了解了啊 這個是 M位的大凶彩龍欸 好喔 沒有我沒有去打的 因為你理解的大凶彩龍是上下位的啊 對 嗯 嗯 嗯 掉下來了 為什麼帶我找蠻二樓 沒有啊都在這邊啊 看起來好痛啊 看起來好痛啊 嗯 已經是很多人了 對 還很正常 好市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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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